国立海洋大学教授陈一俊 常年在澎湖的旺安岛 从事绿溪龟产软气地保育工作 如今在澎湖的海域 都可以看到绿溪龟的踪迹 但是比较可谐的是 南沙小琉球还有绿岛 因为开发过度人为破坏的关系 所以导致绿溪龟到访的数量 已经逐年减少 影片当中绿溪龟妈妈不断东张西望 就是要寻找可以产软的地点 虚虚秘密终于找到一处 令她安心的地方 放心地将绿溪龟蛋铲下 再小心翼翼用沙子掩盖 不让别人发现 一直等到绿溪龟妈妈出海后 保育人员才捏手捏脚地 将每颗绿溪龟蛋挖出 测量大小及称重 然后再闻风不动地放回原处 终于绿溪龟小宝宝扑壳而出 开心地游向海面 而这段绿溪龟从找寻产软地点 到绿溪龟宝宝出身的珍贵影像 来自于长期致力于绿溪龟保育的 海洋大学生物研究所教授陈一俊 他对于近年来 绿溪龟在小琉球南沙等地 到访数量越来越少 感到相当忧心 其实非常担心的 就是小琉球 小琉球量更少 但是人工破坏非常非常凶 那简直是会到达恐怖的程度 产软沙滩就是尽量维持原始状态 不要在那边做什么排球 然后游客大家要去看 一定要遵守规定 然后不要吵吵到闹 让他觉得不受威胁 那小琉球很安心地下海 那我想大家就可以并住进欢 多亏陈教授15年来的研究 现在的旺安已经成了 绿溪龟保育栖息地 陈教授也希望政府能多重视环境保育 好好对待这群远道而来的教科 明星文 陈崇瀚 金融报导